那其實學員們他們在早上9點已經開始進行課程 那因為我們要做一個簡單的開心典禮 排到這個時間來 那也歡迎大家的參與 那我們是不是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與會的一些貴賓 我們首先是歡迎我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局長 中統教授局長 還有我們高雄市政府經發局局長 曾衛生曾局長 以及我們這一次培訓課程很大力協助的就是我們勒生科技公司 我們許金龍許董事長 那因為我們還有部分學員在現場 那他們剛剛有經過一些客戶的說明 那我們也請我們勞工局的大家講 我們中委教授局長 跟他們還有我們現場的媒體朋友大家這個詞 謝謝 我們在義龍剛結婚 所以還蠻講話有點緊張 我本來開始要訓練他 不過他要升級要雕尾 不過我想還是這個位置全部處理完你才走 我們金融局的曾文生曾局長 我剛剛特別介紹說我的主持人是新人 因為剛結婚 我們的曾文生也是新人 新上院的局長 我們勞工局第一次就獻給他了 我們許董 之前沒有想到說許董真的從日本趕回來 那代表許董也非常重視我們這一次的一個 培訓的一個活動 特別感謝許董 因為市長在招商的過程當中 特別帶了許董在我們高雄市逛了一圈 他確定是在我們柏惡特技來落腳 不過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的文生那時候還沒當局長 那時候他是辦公室主任 那時候就開始牽線 他到金華局當專委的時候 他全力促成 不過他把這個責任講完之後 東西受訓練了 我就交給勞工局 所以我們跟金華局應該是越來越相兄弟 因為每次講到就業人家就罵我咧 失業率也罵我咧 但我覺得奇怪怎麼都不去罵金華局了 那這次終於有個伴了 終於有個伴了 因為文生基本上要對勞工的議題也很熟 針對就業跟高雄市未來的一個產業的需求 那我們這一次招這一個班也非常特殊 這個過程當中 文生一直跟我講 董昭這個過程當中你要特別感謝兩個女人 今天可以講嗎?可以嗎? 因為當時這個計劃從培訓最主要有經費的來源 裡面的內容這些透過文生學術幫忙很多 然後他有時候在會議裡面他又不好意思點 他又透過他老婆叫子玲 子玲在圓考櫃 我有幫你老婆揭露出來沒關係 因為很多研究考評要經過研考 那有很多相關議題透過子玲 然後我們到裡面有兩個女人也很好的 一個叫陳雪妮 另外一個叫楊如玲 謝謝 我們訓舊中心的組合 我一直想把你調到教室 而且你其實他基本也很有想法 其實在他整個的娛樂中心 在他府政這兩年確實改變很多 也讓真的外界看到我們很多 那這一個班包括訓練的課程這些 都透過我們許董來特別感謝他 教底下的人跟我們磋商了好多 課程要怎麼上 對於產業的需求要怎麼去做 後續的一個訓練完之後 能夠符合他在職場上他的工作 這些所需要的學員 我們這些學員來自市面八方 你們是經過我們大概是有史以來 勞工期辦訓練最嚴格的移植 因為之前你們要來報名要看你們的作品 那作品審查完之後 總共有159位是經過前面的出選 然後最後的一個面試 是還要教你們現場做一些素描 包括電腦的運用 那這些都是大概有史以來 把高雄市政府勞工期最担了最嚴謹的一次 所以各位學員你們自己的努力的表現 給你們自己來個愛的鼓勵好不好 你們自己給你們自己掌聲 你要表現得活潑一點 因為你們老闆坐在這邊 你們習總是在這邊 來高雄現在又有一個很好的計畫 如果你在這邊 我們還有一個專業人才的一個金爹 這個金爹 跟各位講 也是來自文森 那時候沒有台北人兩位 那時候沒有阿班 在那兩個人在看 人口增加率到底自然生育率怎麼會這麼高雄越來越少 社會增加率好像移出的又多 那怎麼辦 應該要把人那又要有六億 因為這個想法 然後透過他跟市長的一個建議 就這樣產生 所以你們來這邊 我們不只是有一個賠率的群 你們還有一個青年就業的一個金爹 我們還提供你們住的部分 你們大街五四十五 還有嗎 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做三地中化的要很有活潑性 我不相信你們習總 這種對不對 因為你越活潑你的想法越有創意 可能大家在剛開始第一天開始上課 比較沒有互動 以後你們都集中住宿在這邊 未來你們會越來越有團隊關聯 那習總要的就是你們對公司的一個團隊官 那你們有這個團隊官 透過大家集體住宿在這邊 跟我們市政府是一樣的 市長說你們每個局所所長都很有專業 但是一定要有團隊精神 所以我現在開始要把青花局撞住 不只是青花局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獨化局 甚至文化局、教育局 因為我們相關的很多的產業 是要相關的各級組大家共同 結合在一起 透過一個人單打不動 確實會有到的困難度 那今天一樣 我們這個一個訓練的一個單 未來各位在這邊好好的表現 最少最少 許總已經答應 最少會有八成以上的機會 如果這一支你沒有 沒有真的表現得沒有盡如人意的話 我想不只是熱身、威治、科技這些 都需要這些的人強 未來許總 預計在我們高雄 扣稱到四百個到五百個能力 所以各位未來你們是他創業的 在高雄創業的時候 所要元老 你們算是以後進來都算他的元老的班底 所以各位前途是盡 各位好好在高雄 你會發現高雄是一個很漂亮很美麗的地方 而且高雄是給青年一個夢想的地方 而且是可以讓圓夢的地方 那都在我們高雄 那我想在這邊 特別感謝我們在座的委員會的各位先進 還有我們各位媒體記者先生 因為你們的報導 讓我們這個賠利計畫 或者我們的青年的津貼、就業津貼 現在詢問度非常高 到目前為止已經 我們也依據是150個 現在已經省合了已經37位 短短的一個禮拜 已經有37位 所以可能會比我們預期的目標還高 讓從原始的發唱到現在的一個執行 透過大家共同的努力 特別感謝各位在座的媒體記者先生小姐 因為你們的協助幫我們的行銷廣告 讓我們高雄市政府 未來的一個產業的主著 也非常的清楚 在高雄未來的一個發展 謝謝大家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勞工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你公主長 那讓陳如剛剛中央所講的 我第一次當主持人真的很緊張 所以我剛剛介紹完掌 忘了介紹一下我們的工作同仁 還有我們認真公司的工作同仁 那我現在是融合再介紹一下 我們首先先歡迎我們 我們勞工教育生活中心 我們成選你成主任 這次的新唐勞教心的成門主 在這邊指導 然後還有我們勞教中心的同仁 我們展覽課課長 我們蔡明傑蔡課長 就在我們後面 然後我是勞教中心活動主管課課長 我姓郭 我叫郭玉榮 然後另外呢再介紹一下 那個我們樂生科技公司的一些相關工作同仁 我們歡迎我們樂生蘇州子公司的葉齊鴻葉總經理 還有我們美術製作服務處的廖正熊廖協力 然後另外我們兩位董事長特助是廖沛君廖協力 還有我們這個課程很重要的獎師是我們美術中心美術總監的王總監 另外還有人事部的施議會施經理 像這個培訓課程跟這個一系列的過程當中 就是由我們勞教中心跟我們樂生科技公司 這些同仁們這樣子努力達成 然後希望給學員們一個最好的學習環境 跟以後有最佳的工作機會 那接下來我們請我們金發局的曾文勝政局長 跟大家講一話 中局長徐董事長還有各位媒體先生小姐大家早安 那剛當局長不太會致辭 所以很華麗的話我大概不太會說 但是我想說個故事 因為今天有四十 應該是有四十位學員在這邊接受這個培訓 我想要告訴大家一件事 今天大家坐在這邊得來不易 那是怎麼樣得來不易 它是一堆巧合跟努力 才有今天大家能夠坐在這邊 我記得應該是去年六月份的時候 去年六月份的時候市長出訪美國 結果我們在那個機場就巧遇了徐董事長 那時候當時是前經濟部長 和美月何部長跟著市長 我們要一起到美國去招商 就在貴賓寺碰到徐董事長 那何部長就把那個徐董事長抓著這樣子 然後市長就把我們全部都招去 就跟那個徐董事長聊起來就說 高雄其實有很好的投資環境 那也非常適合文創產業的進駐 是不是有機會來高雄看看 於是就建立了聯繫 那其實徐董事長其實也很用心 他花了很多的時間在高雄的這個案子上 也來高雄看了很多次 那我也要跟各位說 其實為了這個案子而促成 我們兩個不管是在檯面上 檯面下包吵的都要是假的 就是我只有一個想法 我希望說徐董事長來到這邊 要把最好的帶給高雄 就他也同意 要把最好的帶給高雄 那大家都知道說 作文創事業其實最重要就是人才 那對他來說 有一批好的人才 有一批好的同仁 使他事業接下來發展最重要的動力 高雄有好的面體環境以外 軟體的部分就是人的部分 是他最關心的事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去規劃一個 跟老公學合作 去規劃一個這樣子的課程出來 那我要跟各位說 徐董事長答應過 他說他帶來的課程 絕對是台灣現在最好的 而且是跟世界第一流能夠接軌的課程 這是他給我的承諾 那我也告訴他 我們在這個課程的規劃上面 然後你會全力的來跟大家合作 我想你可能沒有看過 就是說大概30年前吧 才有那種職業訓練 職業教育要住宿舍的對不對 我們恢復了30年前的狀況 就是規劃了方便大家能夠在這邊住宿 我知道在這邊應該有一些 因為我看了一下資料應該有25%的學員 應該不是在南部地區的 應該是在其他縣市來的 那尤其如果是我可能高雄本地的 應該只有站在50%左右 那提供一個住宿的環境 其實主要是希望各位就是 在白天上網課以後 晚上可以利用這個教室 繼續做一些練習 因為這個課程的時間非常非常短 只有三個月 那個熱身公司花了很多時間跟我講說 一定要把時間延長 我說不可能 只能給你三個月 三個月看你怎麼想辦法 最後我們折衷了一個方式就是 白天授課晚上練習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我想這是一個密度非常非常高的一個課程 那我相信許隆市長的為人 他給我的promise一定會兌現 我相信他為大家安排的實質 一定是全世界第一流的實質 那希望這個課程上完以後 我們能夠為高雄培養出40位世界第一流的人才 我可以告訴大家 一定沒有人比學隆市長更希望 能夠100%的錄取 他雖然promise80% 但是我相信在座所有人裡面 一定沒有任何一個人 比他更期待40個員工都能夠 這一班的40個學員 都能夠100%的錄取 那我是希望各位能夠把握這個機會 三個月的時間 時間並不是很長 那如果能夠把握這個機會 好能發揮的話 我相信不管是對你個人的人生 或是對高雄未來的產業發展 以及對樂勝公司未來的發展 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謝謝 我們謝謝曾文森曾局長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今天給那個交點的 我們樂勝公司的徐總事長 請幫我們講幾句話 中局長曾局長 還有高雄的媒體朋友們 還有這個勞工局的工作朋友們 還有這個在場的學員們 我們如果有學員們 我們如果有學員們 沒有進來的話 是不是請大家一起進來 因為我們等一下有一些影片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很期待利用這個時間 我不但跟媒體傳遞這樣的訊息 也希望跟這個班的40個同學 都傳遞這樣的訊息 我們可以請在外面的學員 都一塊進來 其實你們已經錯過了 剛剛最精彩的 這個中局長跟這個政局長的支持 不過沒有關係 他們講的我都會補充面給你們聽 我覺得這個中局長很厲害 都看不出來 其實他一個人 把中局長想要說的話 和我想要說的話 全部都說完了 然後呢 中局長就更厲害 他又跟各位爆料一些 這個小的內幕 那我因為比較沒有材料 所以我就準備了這個簡報 所以讓大家這個 這個 在看我們這個 PowerPoint的過程當中 可以了解更多 其實我覺得今天呢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 它不但是這個 我覺得我們寫下了很多的歷史 如果將來我們在高雄 有一番成就的話 中局長跟曾經長 對今天這一課呢 其實我覺得 各位媒體朋友們 我們一定要放在心上 因為我們做了一些 過去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 而我們希望在這邊 成就一些 過去沒有人成就的事情 我們先從這個 簡報開始開啟 我們先把那個燈 可以關掉一下 好 這是我們對高雄的承諾 這個剛剛曾經長說 我的承諾一定要兌現 所以我就再把它放出來 這個 這是我們對高雄的承諾 今天是這個承諾的第一步 是哪一部分呢 是三年內培 這個我們要三年內培育 這個我們要三年內培育 300名的專業美術人才 我們的目標呢 是一年100名 那今天呢 我們就開始了這個 目標計畫的 這個第一部分 40名的這個專業的人才培育 那麼 我們在這個人才招募過程當中 各位今天也看到的 所有的這個 這個40個人來這邊上課 其實背後有一連串的 一連串的 在高雄勞工局的培訓班這邊 我們現在招收了40名 可是報名人數高達159人 那這個159人的這個報名人數 其實遠遠超過我們的預期 而這159個報名的這個水準跟品質呢 也遠遠超過我們的預期 所以其實我們在高雄的第一步 有了非常非常不一樣的這個開始 那麼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讓大家知道樂生跟高雄 讓大家知道有這個培訓班的存在 只要你看到這所有的網站上面 我們想盡辦法在學校裡面露出 就是中國的科技大學 所有的多媒體設計系的網頁裡面 也有我們這樣的班 現在你去打Google 你輸入一樂生兩字之後呢 後面就跑出來一個樂生高雄 因為很多人在上網去查的時候 查了樂生跟高雄 所以樂生跟高雄的連結 就變成你把樂生打進去以後 就僅次於樂生下面 第二個搜索的資源 因為太多人開始在搜索 樂生跟高雄的關聯 這是我們所有的這個 過去一段時間的努力 就讓今天我們有加回這個籌集 那這所有的露出當中呢 我們這不僅僅是這個 我們在這個培訓班的訊息裡面 我們不僅是傳達了一個 我們在跟高雄勞工局的合作 同時我們也要告大家說 為什麼要跟高雄勞工局 為什麼是在高雄 所以我們禀花了比高雄市政府 還努力的一些更努力 讓大家知道說 因為老王賣瓜 大家懷疑這個瓜甜不甜 但是透過我們來說 他們有機會更相信 就瓜是甜的 其實不僅僅是如此 這個我們在徵選的過程當中 這是各位過去 在徵選的過程裡面 我們有137個人來的面試 各位可以回想一下過去你們是這個 怎麼樣被徵選出來的 那麼這個徵選的過程當中 我們是花了很多時間努力 剛剛中局長說 這個他們在過去 勞工局辦的直訊班裡面 很難得看到怎麼樣的 嚴謹的這個徵選 事實上呢 我相信呢 這就是我們在高雄的一個 最特別的地方 經過這個嚴格的徵選 我們可以說 我們將來的夢 離我們將來的夢想 應該就接近了 我們證取了40位 平均年齡是28.2 有兩位超過40歲 40歲還想要追求夢想 那麼其實他的這個精神 更努力 更是值得我們來 更是值得我們 給他這樣的機會 但即便是有兩位同事 兩位同學呢 超過40歲 可是平均年齡還是只有28.2歲 相當年輕 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 大家都是排掉了手上的工作 來這邊參加一個 三個月的戰鬥營 那是過去中國團 才有的這樣的一個設計 但是我們在高雄 跟這個情巴局 跟勞工局 共同的努力之下 我們把這個 要跟全世界 宣誓 我們有最高品質的美術製作中心 在高雄的這樣的一個意念 在這個培學班裡面完成 總共有這個 來自北部有25%的人 來自中部2.5% 來自南部有72.5% 其中碩士有7.5% 大學專科以上的學歷有67.5% 高中值有25% 各位這高中值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在我你們雖然不知道 可是在我手上的名單裡面 我們第一名錄取的是高中值的 他的學歷是高中值的 對我們來說 學歷不重要 它只是一個統計的數字 我們希望在這裡 經過我們大家一起的共同切磋 因為今天你有這個動力 來參加這個培訓班 我相信你也有比別人更強的成就動機 學歷和過去總統的經歷 來到這裡一切都抹平 所有你的夢想都從這裡重新出發 那麼除了這之外呢 我也跟各位說明一下 除了勞工許的培訓班之外呢 我們這裡勒生公司呢 也進行內部的調任工作 首波有46個人申請報名 只有10個人獲選進駐 所以他們的錄取率 跟各位是不相上下的 比各位還低一點點 所以這個 然後我們在這個 跟公司的 我們公司全部的美術人員 這樣幹 這個Council就是 38%的美術人員有來報名 是不是這意思 所以我們公司是 內部的美術人員 是超過三分之一的 100個有38個人 都來參加了這個說明會 然後我們告訴大家 跟大家說 這個高雄啊 是我們美術製作中心 在台灣的第一部 希望大家都來參與 然後 而且呢 這個 我們也把高雄市 給我們的這個 給我們的獎筆計畫 拿來當作 我們內部中產的誘因 他們說 到高雄 幸福的 這個 高雄的移居 這個津貼 那麼這個高雄的移居 今天我們就 我們就不停的發郵件 給大家 讓大家知道說 一波波的說 到高雄是重新 思索的一件事情 我是這樣告訴 我們公司的同事 我說世界上 很難得 有一個這樣的城市 過去20年 你現在幾歲 你可能30歲 你可能25歲 但是過去20年 你沒有參與它 你沒有失去什麼 這個城市叫做高雄 但是我要告訴你 未來20年 如果你再不參與的話 你失去會很多 那麼所以呢 我們的同事 聽說 這個過去呢 他們的生長的環境呢 有20年 他們沒有參與 都完全沒有關係 可是現在開始呢 他們可以把握住 眼前的機會的話 那這個城市就是高雄 讓我們告訴他們說 這個 如果你把你 這個現在台北的生活水平 拿到高雄來的話呢 你會立刻發現 你的日子幸福了很